你论文的答辩资格取消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迟到了 可是我只晚到了五分钟 按规定来讲 五分钟之内 是不算迟到了 你迟到了五分钟零五十七秒 五十七秒 五十七秒你也算 五分钟五十七秒 是不是超过了五分钟 不行 我要坚持 我这天录人大便最后一哆嗦了 妈 但是 时间还有 那我再睡会儿吧 喂 表哥 袁叔 你在哪儿呢 你看你过来 那房子今天不签都买不到了 这几天特别多客人来砍房子 房子 对 袁叔 你听我说 今天就要签合同吗 我是一直跟房东那边争取 才能帮你把这房子 可是我今天路纹大便啊 如果今天还不签合同交钱的话 这个房子这么抢手 那别人 行 那你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了 我呀 我 你没 我 你 不好意思 我也来晚了 没关系 我知道你要答便 就是吧 好 各位老师 我的答便结束了 好 这位同学你的答便 通过了 恭喜呀 谢谢老师 请下一位同学 下一位答辩的同学 云书 夫人 不好意思 我出去写个地方 好 云书来了没有啊 没来的话下一位了啊 不好意思 那您觉得我喝多少时间 不好意思 你继续说 云书 老师 云书是吧 赶紧开始吧 好 我知道了 老师不好意思 在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我请你出来 我论文的题目是 大数据时代统计学的重构浅系 这位同学 我打断一下 张老师 你论文的答辩资格取消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迟到了 可是我只晚到了五分钟 按规定来讲 五分钟之内 是不算迟到了 你迟到了五分钟零五十七秒 五十七秒 五十七秒 五十七秒你也算 五分钟五十七秒 是不是超过五分钟 是 那按照学校的规定 你迟到了超过五分钟 所以论文答辩的资格 被取消了 张老师 我真的是一路跑过来的 我真的是尽力了 所以你能不能看见我 在辛辛苦苦读了四年大学的份上 通融我这一次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请问你是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吗 是 统计学的定义是什么 统计学的定义是 对数据 进行精确的分析整理等手段 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 甚至预测未来的一门 综合性科学 你说得没错 对数据进行精确的分析和整理 学校规定迟到的时间 不能超过五分钟 如果以此为基数 你比规定的到场时间 晚了百分之十九 你作为一名统计学专业的学生 请你回答我 误差率高达百分之十九 在统计学里是能够被接受的 云书同学 你的答辩结束了 郑老师 下一位 下一位同学 你真的是我见过世界上 最精精计较的老师 等一下 世界上最精精计较的老师 得出这个命题之前 你必须要见过世界上 所有的老师 才能说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精精计较的老师 那我想请问你 你见过世界上所有的老师 那希望你下次提出类似光景的时候 可以采集后足够的基本数据 然后再下进来 请回吧 下一位 一分钟 一分钟 就一分钟 他不给我毕业证 什么人啊 这个张老师也太过分了 云书 你放心 走 我们找张老师平礼去 行了吧 你也老实待着 别越弄越糟 我 云书 这样吧 我陪你去跟学校申诉 申诉也没用 他用规定卡我 我确实迟到了 但是就一分钟 其实也没什么 反正你已经找到工作了 毕业证明年再拿都一样 工作 对呀 你的工作 工作 工作怎么了 你没有毕业证 工作保得住吗 对 我把这事忘了 肯定保不住 你怎么会还没拿到毕业证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明年一定能拿到毕业证的 这不是通不通融的事啊 这是公司的人事制度 任何人都必须遵守 不能破例 那请问 刘总监 他能帮帮忙吗 找谁都没用 你这样操作 公司的法务部门 不可能通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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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给他 我毕业证没了 现在工作也没了 我这是什么自由落地 值得崩溃啊我 你们叫什么叫啊 不能体谅一下别人情绪啊 加油 加油 算了算了算了 没事的云叔 别忘了你还有房子呢 咱们可以在新房里养君蓄锐一年 明年达变成功 再战江湖 一定大杀四方 对啊 到时候绝对所有的单位都抢着要你 所有的男生都为你倾倒哦 没错 我还有她 我的宝贝 明天要去开房 你们俩不要一起 明天我倒是越有谈话 等我忙完了 就过去给你暖房 那那那那 我到时候跟依依一起去 好 好 来 到了这边幸运水 明天会更好 幸运 加油 加油 耶